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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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用 forum 欢迎订阅明镜 较小的、转发 产生现场 提示下ал过神 adam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她的吃饭明镜 很明信 欢迎订阅明镜 然後倒醒大油湯就不太好 不過Nicky 話說回來 我也要學一下餐桌的禮儀 因為說不定如果我學識多一點 可能可以找到一份好工 即是吃飯有禮儀 也可以找到一份筍工 是的 我說的是 古神北菲特最近可能會收過新徒弟 我知道你說的是誰 這是美國其中一個基金經理 他叫韋斯辣 他之前因為在慈善五宴 頭德和北菲特共進午餐 兩次 吃了兩年 連續兩年都吃飯 我好像記得四千萬港幣 不過是做慈善也好 所以我也說 不知是否學習餐桌禮儀 又可以找到一份好工 那就吃好一點 拿麵豉湯不要倒死 我們今天除了喝麵豉湯之外 剛才你說吃的時候要有些次序 是的 應該先吃冷的前菜 不如你介紹這個 前菜除了芥末八爪魚 我試試一下 還有海棗沙律 海棗沙律 我試試八爪魚 非常鮮甜 還有一些芥辣味 沒錯 然後這個是拖羅茸 還有海膽 還有蟹柳絲的定食 這個我最喜歡 就是魚生三式飯 我特別喜歡這三種配料 非常好 也塗一塗秘製醬油 這個方法釀製成150年歷史 我想少少塗下去 不過你說到餐桌 還有兩個 我都想說一下 就是香港人很喜歡 把芥末 把醬油拌成醬 其實不應該 一般來說 吃壽司 已經有了芥末底 塗少許醬油 就最正宗吃法 其實都是要把醬油和芥末分開來吃 那我真的先試一下 是啊 你先試一下 不過 Micky 剛才我提到股神不菲特 我剛剛就想起了 美國總統奧巴馬 前陣子就是向不菲特取經 看看有甚麼辦法 可以刺激美國經濟 是的 雖然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奧巴馬最新說 刺激就業的方案 有多少是來自不菲特 不過我想起 股神不菲特 他對投資這麼有心得 不知道中國又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他 到底應不應該買歐債 很難說 之前股神買了給我們 80元都沒有放 現在跌回接近8元買入價 不過我覺得這樣 說到中國應不應該買歐債 我想也要解構一下 現在歐洲金融亂局 現在市場最擔心 希臘很可能會出現一個 技術性的違約 因為沒有錢還 如果真的的話 就糟糕 因為兩個問題 第一 很多國家都持有希臘的債權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銀行 好像之前目的投資 就是評級機構 下調了法國有兩間大的銀行 評級當中 包括法國不同業信探銀行 和法國興業銀行 這兩間 還有把法國鮑利銀行 放進去負面觀察名單 原因是因為他們持有很多希臘的國債 不要多說 只是說法巴 都有40億歐元 如果這樣的話 中國還不應該買歐債 雖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他都提到 我都願意繼續向歐盟伸出援手 就是這樣 在大足司的論壇說的 但這些其實不是官腔說話 因為你想想 如果中國再加大買歐債 如果歐元真的下跌的話 中國可能損失都很慘重 其實這樣說 究竟是口爽何包立還是怎樣 還是口頭上支持 實際上未必支持 其實總理去年10月都訪問過希臘 當時都說我們會支持你的 不過從希臘國庫債券的價格 和知識率的走向來講 已經去到20多年 我想是十年期的 應該沒有買得多多 事實上說 中國政府目前管理著 差不多是全球最龐大的外匯 儲備了31900億的美元 當中其實早前 今年已經用了2740億 用的錢 有多少去買了這些歐債的國家 尤其是歐豬的五國 包括信貸紀錄已經有些風險 包括我們剛才說到的希臘 葡萄牙 意大利 愛爾蘭等等的國家 但是說真的 說到意大利的債務的規模 一萬九千億的歐元那麼多 中國之前 就算有些統計說 如果拿十分之一的錢出來買 都是只有190億的歐元 說真的 只有十分之一 真是九牛一毛 那哪有用呢 說真的 難道可以令到正歐債危機起死回生嗎 也有人說 現在中國和歐洲的關係 就好像入了三波的車 但是又要拉著Handbrake 哇 真是慘了 即是說在山上 真的下又不行 上又上不到 即是被迫著就在這裏了 但是他為何會這樣說 我自己在想 是不是歐洲又想中國去幫忙 但是又不向中國 即是給他一些債務 例如有些貿易的解禁 所以 反傾銷稅 是的 所以 都挺難說的 到底中國是否真的會幫歐洲 還有現在在說 歐洲五國 加起來的債務 都去到三萬億歐元 中國是否真的救得了 難道中國拿了三萬億美金 來幫他填衡嗎 一定不會這樣做 當然 現在要完善化 中國管理這麼龐大 剛才我說三萬一千九百億美元 我會儲備 的確都可能要去美元化 即是盡量平衡 但沒有理由 看見沖衡 明明會浸傷 都真是跳下去這麼蠢 好 Dicky 不如我們也試試這個Sake 好啊 這個是熱情果Sake 對 你看見它橙橙色 因為有些熱情果融 而且 應該很甜 因為我剛才叫的時候 還有熱情果的濃郁的甜味 是的 這個果味 還有一些清酒的清香 變成這個飲品更加容易入口 我想挺適合女士 還有我剛才叫的時候 調酒師也跟我說 這個要小心喝醉 因為很甜 太容易入口 但有一半的成分都是Sake 其實也挺容易醉 太好喝了 嗯 不過說回來 我們今個星期的市況 非常波動 是的 我見到行指年18868 我有沒有記錯 8月9日的低位都跌穿了 8月9日的低位都跌穿了 最低跌到18628點 現在那個市場 都是關心著歐債這個問題 是的 我先問一下你 Dicky 你覺得會不會歐債問題 真是引發新一輪的金融海嘯 我又會覺得這樣 從信德華的調期的角度去講 都已經是差不多定定了 就是希臘政府很可能都會違約 即是說他的債務可能就要削減 即是說haircut 即是說可能自己還一半 還一還六成 其實這個評級機構 之前調低下調的評級 以至到股市的下跌 甚至乎個別銀行都被調低評級 其實是在計算中這個因素 所以我會覺得 就算希臘出現一個 即是說可能技術上違約的風險 對於金融市場來講 已經是一件預知的事 只要德國和法國 繼續支持著 保持希臘在歐元區的地位 不踢他走 我想金融的動蕩 都在現水平裏面 都慢慢反映著 不過剛才我們都看到 中國怎樣都救不完 當然 希臘這個問題 或者整個歐債的問題 始終都是難以去解決 不過你都是蓋蓋蓋 所以不要爆煲 所以沒有辦法 看看他們怎樣搞 現在都這樣 講到德國總理馬克爾 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 都講到名 暫時不想踢希臘走 因為說真的 踢他走不就仲同黨 反正都是 雖然他跑到最後 但是叫做不踢他出口 那是否投資市場 可能都會回復平靜一點 希望就是這樣 既然德國和法國都這樣開口 繼續留希臘在這裡 是的 歐元希望可以穩定一點 令到我們港股 嘗試上個星期的低位 叫做晾晾晾 我們的投資倡 今個星期 現在其實應該都有一些便宜貨 可以收拾 不過暫時我們的投資倡 我們的資金就用盡 繼續安兵不動 不過如果你說投資者 有行錢 有多些資金 我都會覺得 譬如說一些中資落人股 和和歐洲經濟敏感度低 主要盡量需要的一些股份 慢慢都可以趁低吸引 不過也要量力而為 嘗試一下 判 Untertitel